朋友来料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料 迎接他的有猎枪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美西宗拜登呢 在他的东亚之行啊 可谓是毫不热闹 四国峰会之前 说实话呢 他又挑衅了红线 所谓的红线呢 大家也清楚是什么东西 咱们今天在这就不再赘述了 有人说呢 他这一次是嘴瓢了 说漏嘴了 也有人说呢 他自己就这么想的 只不过一下子没拢得住 他就说出去了 无论如何 这一次呢 掀起了轩然大波 可以说让美国的一些媒体 尤其是像华尔街时报 纽约时报这样的 以及拜登自己的团队 进行了一次那个反复的 这个什么 反复的解释 然后反复的去填补 反复的去进行公关 那我们看到美国在这边这么做 然后呢 大熊猫这边呢 也进行了相应的回应 大野猫认为呢 这些这些回应呢 是非常非常得当的 而且呢 沈亿老师呢 今天早晨 我这边今天早晨啊 应该是大熊猫那边的晚上了 也做出了自己的节目 进行了 进行了就是说分析 您的分析 这种事呢 我们看到了几点 首先呢 是美国又一次的呢 在红线上呢 反复横跳 这是头一个 第二个呢 同时美国媒体 在利用这个事呢 疯狂的炒作和带节奏 就在这点上呢 进行扭曲 在这点上呢 进行spin 然后达到一种舆论的效果 而且呢 另外我还看到一点 就是对于咱们来说 或者大熊猫来说 这是一次反击的好机会 一会儿我再讲 反击的好机会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 大熊猫这一次 无论是外事 无论是他的这些知识分子 无论是他这些 就是说舆论带头人 这次反应都相当的精准 都相当的就是说 相当的好 相当的到位 相当的有定力 相当的有定力 其实呢 这种事呢 也是就是说 非常正常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能不能就是说 通过一种方法 在舆论上 对于美国这种挑衅的行为呢 再进行非常精准的打击 我说的精准程度 就像什么呢 就是2020年 乌合麒麟 通过他的那幅画 那幅插画 然后呢 让这个谁啊 让这个之前的前澳大利亚总理 不是现在的澳大利亚总理啊 现在澳大利亚总理是工党的 安特尼·奥巴尼西 之前的 Scott Morrison 莫里森 暴跳如雷啊 然后莫里森还叫一个年轻的 来自来自中国的青年的 好好的数落了一番 就是一个异国总理啊 叫人家给数落成这个样子 也是也是一番风景线嘛 对不对 这个事呢 咱这么说 咱这么说 就是大熊猫的外事部门 他做做这番回应的时候呢 就是那种 就是说 还是就是说 人畜无害 温文尔雅啊 温文儒雅 典型的这种礼节 非常有礼貌 来给人感觉是来自东方的智者 和这种尊贵礼貌礼节都非常到位的 这个呢 在民粹横行 反制横行的这个时代呢 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非常非常可贵的 这种东西呢 沈毅老师呢 也做出了一定的评述啊 沈毅老师做出了一定的评述 在他的官网 其实他这个事儿吧 你说这事儿大吗 其实这事儿不大 这事儿真不大 但是你说这事儿不大吧 反而就给人家的感觉 就特别特别的恶心 美西宗拜登呢 为了中期选举啊 为了中期选举 他为什么要挑动这个红线呢 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没牌了 对不对 他就挑动这个红线 然后给自己政治加分 因为他知道 大熊猫在这个问题上 是非常理性的 所以呢 各取所需嘛 大熊猫负责理性 美国呢 就负责冲撞 给自己加分 他说这么一回事 然后制造出来这些舆论呢 给人一个感觉呢 就是 就是美国永远是强势的 美国天下无敌的 就这 他其实就 就给他制造一个这个东西 再往前说就不好说了 为什么再往前说不好说了呢 上一次有一个情况 比如一个月之前 应该是一个半月之前 美国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老妖婆 南希佩洛西 不是想到哪去旅游去吗 然后这边一反手 尤其是第三只土拨鼠的表现 然后呢 自己不是新冠顿了吗 对吧 美国人知道 尤其是美国的强力部门 美国的这个 有能力的这些部门 美国的情报部门 他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 他们呢 也在这边呢 做了一些理性的安排 就是到了关键时刻 美国也会做理性的安排 就是说这个事 我的今天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我以个人的一个拙见 我自己一个拙见 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咱们做一个思想实验 咱们做一个什么思想实验呢 如何利用这一次 美西宗嘴嫖的这个机会 利用这个舆论 在舆论不利的情况下 在话语权不利于我们情况下 怎么进行一场非常精准的反击 让美国的普通民众知道 挑在这个问题上 做文章 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横跳 对他是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 最近的这一次回应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呢 豺狼来了 有猎枪 这个呢 咱自己人可以看懂 咱自己人可以看懂 但是美国人说实话 他看不明白 他看不明白 很多美国的普通民众认为呢 这是软化 可以继续用语言来进行得寸进尺 然后呢 进行反复横跳 然后呢 可以说等于从某种程度上呢 助长了他们这种蹭红线 给自己制造舆论 给自己在政治上加分的这种行为 啊 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要分析一下呢 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这一次就这个东西 怎么进行精确的 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精确的一种反击 利用舆论精确的反击 好了 解释这么多呢 解释这么多 就是给自己做一下铺垫吧 对不对 好了 头一点 咱们要分析美国人的心理 我的祖国这首歌 咱这么说 中国人非常非常的了解 但是美国人是肯定不了解的 而且尤其在美国 朝鲜战争 就是韩战 在他们那块 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自己不愿意提 学校的也不讲 很多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们都不知道 朝鲜战争 或者抗美援朝战争 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他不了解这 他不了解这 美国一个普通人 咱这么说 就一个普通人 咱就不说那些红脖子 成天池水银千扎大行 大力玩的吧 就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 你给他一张地图 让他指出了北京上海在哪里 20个人里边有一个 能给你找出来 相当不错了 19 19 20个人里边有19个人 他们不明白 他们找不到 他们不在意 他们也无所谓 他们能听懂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他们能听懂是暴力 其实不是的 他们能听懂的是最简单 最直接 最量化的表达方式 最简单 最直接 最量化的表达方式 所以这个是美国人的心理 这美国人心理 所以这个话呢 这种回应应该怎么说呢 大野猫呢 在微博上 今天在微博上也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 就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这样的措辞 措辞非常简短 这措辞非常简短 非常的理性 非常的有定力 同时呢 也展示了实力 然后呢 也把这个问题量化 美国人呢 我个人觉得美国人能听懂 美国人能听懂 这话这么说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执意践踏红线 触碰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 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 其代价至少是贵国 或者美国在越战损失的 十倍以上 我再重复一遍啊 如果美方执意一意孤行 执意践踏红线 触碰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 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 其代价至少是美国 在越战损失的十倍以上 好了 前边这个 这段话 分三个阶段 理解 前面这段 美国美方执意 践踏红线 一意孤行 这些啊 什么呢 这个你明白 是你先挑衅的 无论你美西宗 你美西宗拜登 这是嘴嫖了 还是你真这么想的 无所谓 你这个话说出来了 你挑衅 已经挑衅到我这了 你先挑衅的 道义上 我占优势 就是我在道义上 我不吃亏 这头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中间这段 中间这段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 这是什么 这是 expectation 就是你的期望是什么 当你挑衅我了 如果这个东西是变成了真实的 你变成真实的 那我一定会有反应 我会让你知道我有反应 这是一种威慑 什么叫威慑 我们之前说过 就是说 我有能力去做X 同时我有意志去做X 然后我让你知道 我既有能力 又有意志去做X 这三点保证了 威慑就达到了 这个 expectation 就是期望 让你期望 我的威慑是什么 我告诉你了 这是你一定要会有代价 然后我可以说 我说到做到 对不对 好 最后一条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刚才说的 美国普通民众 他能知道的是什么 你把问题量化 就是说 这种反应 他想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是越战损失的十倍 越战损失的十倍 为什么说是越战损失的十倍呢 首先这里边十倍有量化 简单 然后呢 因为是越战 直戳心脏 直戳心脏 解释 这里边解释 具体解释 这么解释的 越战作为美国人 两代人的痛 他给美国人带来了 两代人的痛 在美国近现代史上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这越战这段经历 无论是你看很多这方面电影 无论是什么兰博呀 不是兰博基尼啊 是那个谁 是那个第一滴血 第二滴血啊 还有什么绿色贝雷帽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还有阿甘正传啊 这不都讲越战的吗 对不对 讲越战的 越战呢 给了美国两代人的痛 同时呢 在美国近现代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是一个文化符号 所以你当你说越战的时候 美国的普通民众 能听明白是怎么回事 能听明白是怎么回事 十倍以上是什么 这是现实 这是实力的体现 这是直接 这非常非常直接 美国民众 能听明白这是什么 啊 损失是越战的十倍以上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美国民众能听明白 你要真说就是说 之前前面这些东西 美国民众不一定能听明白 因为他没有一个数量的概念 他没有数量概念 另外这些人 你说给他一张地图 北京上海都找不着的 你说他能有这个概念吗 他不知道这个概念 他没有这个概念 他认为大熊猫 还是之前的那种 之前那种 拿磨盆啊 掀个驴啊 然后整个木梨啊 去耕地 他很多人还以为是这个呢 所以他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把这个东西放出来呢 我认为呢 就是说起到那种奇效 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要抓住 他们文化上的要点 你抓不到文化上要点 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好了 同时呢 如果我们知道 美国的媒体嘛 美国的媒体 现在你不谈大熊猫 他都活不了 对不对 利用这一点 好好的利用这一点 这个话只要一说出去 这月债十倍以上 这个话只要一说出去 美国的媒体 如果看到这个 必定疯狂的炒作 必定疯狂的炒作 然后就把这事删起来了 一旦把这个事删起来 就可以利用美媒 美国的媒体 美媒啊 美国的媒体 不是漂亮的小姑娘 不是漂亮的小姑娘 这美媒可以达到极大的这种杀伤力 就是覆盖力 覆盖力 这是表达方式 怎么去表达这个东西 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也是非常非常关键 一定要精准 首先呢 我们知道 大熊猫外事这边呢 有例行的记者会 这个不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不对 例行记者会 一般是北京时间的12点钟 在美国这边 应该是晚上的12点钟 这时候大家都在睡觉 起不到那种效果 什么时候最好呢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啊 北京时间晚上12点 凌晨12点 要么通过特殊的这种 发布会的形式 特殊发布会 出了一个电视杆 或者呢 直接呢 通过公告的形式 无论是外交部 还是国防部 通过这种外交公告的形式 这种公告的形式 就是Bulleton 这种形式 把刚才那些东西 啪给发出来 发出来之后呢 然后 我们一些重要的人物 比如说第三只吐蕃鼠啊 比如说陈卫华先生啊 比如沈毅老师啊 比如金正伟啊 他们利用自己的这个影响力 因为美国关注这些人啊 美国真关注这些人啊 陈卫华在美国 那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 把这些 把这个 这些美国共和党议员 整得是晕头转向 对不对 这个第三只吐蕃鼠 第三只吐蕃鼠 一直是美媒关注的 一直是美媒关注的 沈毅老师 沈毅老师的东西 美媒也关注 那好了 利用这些人 在西方的平台上 在西方的平台上 无论是这个油管啊 无论是推特啊 因斯啊 买他呀 还有TikTok TikTok虽然不是美国的平台啊 但是他在美国的影响力 也非常非常大 在这点上 把这个东西发出去 发出去 然后呢 进行自己的解释 进行自己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就是说那些舆论的那种造势 在这个时间 统一时间发出去 北京时间凌晨12点 为什么是北京时间凌晨12点 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精准 因为这个时间 在美国的华盛顿地区 在美国的纽约地区 正好是中午12点 我们知道中午12点 大家都干什么 大家都在吃饭 大家都在吃饭 都在休息 吃饭的时候 一般要看一些新闻 这个新闻 啪一下就出来了 有这个效果 另外还有一点啥呢 大家不知道做不做美股 如果大家做美股的话 我们大家知道美股 什么时候开盘 9点半到下午4点 12点正好在中间的时候 你想想这类的新闻 就这种公告 你踩了红线 毕竟得有后果 然后后果到底具体是什么 是什么 是越战的十倍 咱给量化了 这种东西只要给放出去 你就看 你就看美股的走势就行了 这个美股的走势 一天咱这么说 一天给你熔断一下的 跌个10%很正常 跌个10%很正常 然后呢 美国那些无良媒体 不喜欢拿这些东西炒作 让他们炒作去 让他们随便炒作 随便做文章 因为他们的文章做的越大 反噬到美股上的这种 这种情况就越大 也就是说 他们把这东西越大 炒的越猛 美股跌的就越狠 而且我们知道 美国的普通人 他们的养老金 他们的CNOK 他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存款 都跟这个美股绑定 也就是说 这东西如果一天两天 给你跌个15% 20% 那美国人存了几十年的养老金 存了几十年的CNOK 是不是也得缩水10% 20% 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 对不对 这就是我所谓的这种 就是说 找一个精准的时间 用非常简单的措辞 用非常简单 直接直出心脏 量化的这种解释方式 然后呢 在这个时间 给它放出去 然后利用美国那些不良媒体 通过自己内部宣传 通过自己内部造势 把这个东西 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种情况 在美国如果一旦发生了 我跟你说 他再敢挑衅 他再敢挑衅 这种事如果变成真的了 可能就不是10% 15%了 可能是20% 30%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 大野猫认为呢 这是以最小的成本 利用对手的资源 对手可以理解的语言 对手的宣传惯例 和宣传工具 精确打击对手的要害 当然了 这是个人着见了 这些东西请大家讨论 别到外边去说 大野猫怎么那么的 不是 这是我个人着见 这些东西呢 只是一个思想实验 这个东西呢 不是说一定要做 其实呢 大熊猫的这些 这些负责这方面的人呢 大野猫认为做得非常非常到位 而且呢 这个东西呢 说实在 你说的重要吗 它不重要 你说的 你说的这些东西呢 你过度的在这点 在这点耽误时间呢 也没有用 对不对 没有用 我觉得沈亿老师呢 在这点说的非常非常的好 沈亿老师在这点说的非常非常精准 不要让那些苍蝇跳蚤 分散精力 这些苍蝇跳蚤 嗡嗡嗡嗡嗡嗡嗡的飞 让它飞去 不要理它 重要的是发展自己 壮大自己 提高自己的实力 只要自己的实力提高了 那些苍蝇跳蚤 爱它们怎么递怎么递去 无所谓 无所谓 真真正正体现的是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实力 这个东西是需要不懈的努力 需要自强不息 这个是沈亿老师说的 而且我认为他说的这些东西 非常非常的合理 好了 这期节目咱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呢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